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金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人生不是从出生开始,而是从你独自做决定时开始。 因为这时,你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,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。 我们的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选择组成的,我们的人生也会随着我们做出的选择而发生改变。 因此,当我们的人生面临重大抉择时,一定要慎重。 因为人生中有一些决定会改变我们的命运,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。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会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大决定。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,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一,搬出去住。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生活吗? 小时候,我们的生活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。 听父母的话,上学和住在家附近的小伙伴一起玩。 直到某一天,要独自外出工作或者独自外出求学,不得不离开家乡,离开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,开始独自生活。 独自面对遇到的困难,独自面对残酷的社会,独自做出决定,并为此负责。 为了适应社会,你的思想和行为都会慢慢地发生改变。 你开始变得越来越独立,越来越成熟,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。 但由于房价和物价的不断上涨,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都没有能力买房。 为了节省房租和生活开支,很多离父母比较近的年轻人会选择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。 和父母一起住,虽然节省了生活开支,但实际上却不利于个人的成长,哪怕你有工作,可以自己养活自己。 但你在父母眼中仍然是孩子,你仍然会被当作孩子对待,这会影响你的成长,以及你和其他人的关系。 所以成年后需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离开父母,搬出去自己一个人生活。 二,找到自我。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,知道自己是谁,想要什么样的生活,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,做什么样的事,认清自我,是每个人都要完成的人生任务。 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,当我们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的时候,第二次生命就开始了。 很可惜的是,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,昏昏噩噩地过了一辈子。 如果你感觉每天做的事都是在浪费时间,不是你真正想做的,你就需要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了,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然后再付出行动,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前进。 最终,你一定能收获来自内心深处的幸福感和成就感。 相反,如果你一直活在他人的评判里,事实听从他人的安排,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真正自我,成为真正的自己,也无法很好地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,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。 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在没有找到自我的情况下,就选择了自己的伴侣,进入了婚姻。 他们选择结婚的原因,大多是因为年龄到了,该结婚了,而不是因为自己准备好了,而且很多人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选择自己的伴侣。 一般情况下,和一个人认识大概一两年就结婚,生子了,但这个人是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人啊,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慎重一点吗? 每个人的人生都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遗憾。 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尼尔罗斯的研究,大部分人都在爱情中留下了遗憾,其次才是家庭关系,教育,职业,理财等,并且男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。 大约有44%的女性在爱情中留有遗憾,而男性只有19%的人有遗憾,女性也比男性有更多的家庭遗憾。 在职业方面,大约有34%的男性有职业遗憾,27%的女性有职业遗憾。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的离婚率越来越高,因为很多人在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情况下,过快地进入了一段并不是长期关系的婚姻, 不断寻找,尝试可能适合职场,爱好和朋友,但在爱情中行不通。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,哪怕你谈过再多的恋爱,结过好几次婚,你也可能并没有什么真爱。 所以,要珍惜自己的机会,好好使用,准备好了,再决定要不要进入婚姻,因为这个决定会改变你的人生。 4.孩子出生 当你结婚后,人生面对的下一个选择就是生孩子,生孩子也是一件需要谨慎考虑的事。 只有当你在各方面都准备好了的时候,孩子到来时,你才不会慌乱,因为孩子的到来,意味着你的人生就此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,那就是为人父母。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改变,当你第一次成为父母的时候,你可能会觉得很不真实,就好像做梦一样,但人类的基因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早已写好。 这也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,我们只不过是遵从自然规律,繁衍生息。 决定要孩子是一个重大的决定,当你有了孩子,你的存在不再只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孩子,你教孩子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,如何克服困难, 帮助他们找到自己,找到活着的意义,建立正确的人生观,价值观和世界观。 你的孩子不是另一个你,你只是给予他们帮助,让他们成为自己,终有一天他会离开你,独自生活,因为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这样一个时刻,那就是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掌握者。 5.巅峰时刻 社会在改变,科技在进步,你的经验也在不断增加。 在人生的前半段,你一直在走上坡路,虽然会感到吃力,但这也是积累经验,锻炼能力的好时候。 因为经验和能力积累到某个阶段时,就会产生质变,开始发挥作用。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段时间,我们叫做人生巅峰,或者高光时刻。 这时,你目标明确,精力充沛,并且也有能力去达成自己的目标。 这段时间在你的人生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但没有人能够一直处于人生巅峰,到了一定的时间,你就会开始走下坡路,其他人就会取代你的位置。 所以,当你处于人生巅峰时,一定要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。 六,父亲去世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,男人真正成熟是从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开始。 父亲是什么? 父亲是你需要困难时帮助你渡过难关的人,是你遇到危险时奋不顾身保护你的人。 父亲为你把所有的危险阻挡在外面。 后来心理学大师荣格进一步总结说明了这个概念,男人真正成熟是从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开始,并不是意味着改变只会发生在父亲去世之后,而是一个隐喻。 改变会发生在一个人意识到你的父母不再能帮助你,一切只能靠你自己的时候。 当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时,会有种难以言表的感觉,这时你发现原来父母也只是一个普通人, 而不是你小时候觉得无所不能的超人。 这经常发生在你有了自己的家庭,成了自己孩子的父亲的时候。 七,孩子离开。 当你的孩子离开父母,独自搬出去住以后,你还是他们的父母,但这不是你最主要的角色了。 你不需要每天和孩子在一起,也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陪伴他。 你进入了人生又一个新阶段,你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,你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爱好,重新探索这个世界,不断学习新事物。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,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。 现代社会,人们的寿命普遍比较长,五六十岁依然可以重新开始做一番事业。 这时,你的社会经验更丰富,有更多的启动资金,资源和人脉也比年轻的时候多得多,做事成功的几率也更高。 如果你现在处于二三十岁的年龄阶段,那么这个阶段就是你的父母正在经历的。 他们做父母太久,可能有点跟不上时代了,所以请对父母多一点耐心和忍耐。 有时间给他们讲讲社会中的新事物,教他们使用现代高科技产品。 来自内心的平静是幸福的源泉,很多人奔跑了太久,以至于忘了当初奔跑的原因,导致偏离轨道。 生活的并不幸福,在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,你不再需要奔跑,因为大部分你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。 这时,你需要寻找的是内心的平静。 这个变化不一定发生在你的孩子搬出去住,或者你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, 但大部分人会在这个时候反思自己的人生,因为人天生的基因就是繁衍和寻找内心的宁静。 只要内心平静了,哪里都是归处。 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,你觉得你的决定做得对吗?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。 这里是堆尖机遇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